大家好,我是小金 那加拿大入冬之后,老鼠也开始出动了 最近在这个厨房周围看到了好多老鼠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在加拿大 怎么跟老鼠斗鸡斗用 其实老鼠在这个地球上生存能力是最强的生物 它作为这个最强的哺乳动物 它在全世界几乎每一寸角落都有生存 那我们所说的这个老鼠这个mouse 它其实跟我们广义上的rat 也就是这个耗子并不一样 它指的是这种小老鼠 那所以说这些小老鼠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正常的这种手段去捕捉的 那首先我们来先讲一下这个老鼠出没的地方 一般来讲都会在这个厨房周围 因为很多残留的食物啊 残渣等等就会遗留在这些灶台啊或者角落 那就会产生很多成为老鼠的一些食物 那很多人会好奇啊 这个老鼠一般会躲在哪里 那据我观察 老鼠一般会躲在这个比较温暖的角落 比方说像这个食碗机附近啊 还有是地下室啊等等 OK 了解到这个老鼠的生活习性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想怎么去捕捕它们了 No.1 当然是最土豪的方式 寻找这个捕捕的专业公司了 那这也是最土豪最简单的方式了 专业公司一般提供三个月的质保服务 收费在300到500加币不等 那第二种是所谓的养猫 那其实在加拿大我看养狗会是比较普遍 养猫就不常见了 所以这第二种方式我也并不是很推荐 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用的捕鼠夹 那其实捕鼠夹这个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到底怎么使用 这也是我成功的通过捕鼠夹 捕到了超过五只老鼠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老鼠夹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组成的 这是一个引线 前面是一个夹子 然后上面是放诱饵的地方 关于诱饵的放置 这边推荐比较有粘性的 像花生酱一样的食物 这样老鼠就很容易被陷阱抓住 那把夹子往后搬 穿上引线之后 这就可以使用了 千万不要喷前面的诱饵哦 那只要你处理得当 基本上你家里的老鼠就会被一网打尽了哦 那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就是还是要保持这个健康卫生的一个生活习惯 平时在这个灶台上面做完饭之后 要记得清理 然后地上有一些碎末啊 这些极容易成为这个老鼠的食物 也要及时清理 那么一旦发现有啊 这个老鼠的踪迹之后 要及时去捕捉它们 以免就是未来就是老鼠成患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点赞关注留言 谢谢 谢谢